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负责主持第18期论坛 大家可以在这个屏幕上看到中英文的中文字 名字幕志愿者 在若干年前 一群有激情的在我们树里定居下的华人聚到一起 做了这么个组织叫谈诗会 我们的初衷就是通过自己的精力 通过自己的努力 把更多的在树里在埋斯安加拉的华人和其他族裔的新移民聚到一起 帮助他们更好的了解、更融入 本地的社会 这是您最早说的很快 好,我们最早的畅容 所以几年前 一群 algunos中文字幕志愿者 合成的心思 发明ное列表 为大家赴得更多的移民 蝟人士 THE PAN disability 并视塔之类世纪和国民主体chlossen 我们策入在 genauso Squadron 通过我们在过去若干年的努力,我们成功的邀请到了社区以及各级政府各行各业的精英和领袖们来到我们的论坛跟大家互动,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我们的社区,了解我们的加拿大社会,帮大家解决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讨论和关注的问题。 我们的目的目的是希望,让大家能够建议一些共同关注的话题。 让大家在这么一个新的家园 能够更加自信的 更加好的生活 以及帮助更多的来这里担家的 其他主义的所有的新的移民 那我们今天在做的呢 有我们的Mark 是我们韩式会的主席 C.C. 韩式会副主席 Mark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James 很多人都认识大家 我们的Philips 也是我们的秘书长 他今天也担任整个论坛的翻译 如果大家希望 还有我们的谅女妹 今天在座的大家比方说 如果希望了解更多的关于我们 以及我们这个组织 我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怎么帮助大家 甚至大家希望我能不能加入 我能不能参与其中啊 欢迎大家 跟我们在座的各位同事 也去加威迅沟通都好 我们都是一对一的 所以是非常精准的 今天我们在座的主席 我们有我们的主席 Mark Rucho 大家知道他 他 阿Mar C.C. OK 说好 各位 我们的主席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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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재 主席 主席 K-POP to everybody here today 今天的论坛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卡网上面 我们会讨论一些比较重大的话题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这里 抓紧这个机会 利用好这个平台 大胆地大声地说出自己 对面临的困境也好 顾虑也好 观察到的问题也好 大家一起来看住这个解决方案 希望大家积极的互动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论坛 不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大家讲 当然会给很多的时间给大家来提问 今天这个论坛 希望我们会有很多的感情 从观众中 我们会给大家带很多时间 请大家站起来 请问这些问题 去谈论所有关系和问题 和我们今天的论坛 提供我们今天提供的机会 提供我们今天提供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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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here we don't have enough schools, teachers and we have an outrageous number of portables to sitting outside our schools. And we have homeless, more homeless people and more people needing to get food from the food banks. Did I go too long? I think I write almost about that. I don't want to call that. I don't want to call it. Because of the economy, people's life growth increase. The government is more powerful. We may have a more comfortable economy. We may not have a more comfortable economy. But the challenge of the economy ha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社区的一个治安的问题 目前在这个整个BC省 犯罪率依然是保证上升 过去我们的法育和以及相关的执法 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强有力能够保护我们的居民 再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教育 特别是在苏里地区 教育设施和教师资源的不足 已经导致了大家对于本地教育资源的一些治愈 另外一个就是说是大量的无家可归的人员 无家可归的人他们可能面临更多的一些生活上的挑战 本地的食品银行能够是否继续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支持 也是我们所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如果有一个时候我们需要强烈的力量 现在是时间 我们非常幸福在我们的社会 我们都需要强烈力量 我们有两个人的力量 我们现在有两个人们的技术 在这些事件中 开始来谈设一些事情 我们心想要关注 所以没有更多的道理 我会来到我们的精神 和老师 Trevor Halper 和 Eleanor Sterko 他们将来谈论 他们将来谈论 一些事情 所以 请不要急 请请请请请 不要离开这里,如果你有问题,因为这些人可以回答这些问题。 但这些人也会帮助我们帮助这些危险。 所以,不再来,Velix,如果您可以说什么我做了, 我们会欢迎我们两位同志们。 两位非常具有领导力的审议员。 一位是Triber,一位是Animal。 首先,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他们的二位。 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他们将向大家陈述他们对于大家所关切的问题的一些解答。 所有今天参会的与会人员,请不要犹豫。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自己生活中所面临挑战的问题, 请不要犹豫,可以直接上来回事预员提问。 所以,请请欢迎 Trevor Halperd, Elauor Sturko. 我们先开始介绍我们自己。 我是Elauor Sturko. 我想说,我认为重要的是, 我认为我的家庭学生, 我认为我的家庭学生, 我们有一些人是以后的国家庭学生, 他们从奸国的英国, 他们将联系统证定, 他们把学生得不好用。 在他们尽有成维大学, 他们从了中国的英文学习行为 他们不回应了。 而不是他们所担心的认识之道。 他们也认为此了, 他们正式兴 cinematic诠采。 你必须要联系英语,你必须要联系英语,你必须要联系英语。 这是我的父母没有机会。 安娜首先做了一下自我介绍,她是新当选的白石南处理地区的审议员。 首先她说想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个家庭背景,和在座的各位一样。 她的祖父母也是移民,而且她们的家庭是来自于乌克兰。 当时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她们的英语水平也不是太高, 也是随着她们的生活和荣誉慢慢提高的英语水平。 即使到后来她们的英语水平可能也和她们的后代, 今天所能够把英语当作母语这样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因此她相信这也是今天我们组织这一活动的契机, 帮助大家,无论你的英语水平如何, 能够帮助大家了解社区的情况, 以及在未来更好融入社区, 使他们作为省议员的一个重要的职责。 所以,我们的朋友们是很难运去做的。 因为我的任何学生的传统, 他们不以后也不至于联统会提供。 他们不至于联统的职责。 他们不经历的联统,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能够感受到这种荣誉的联统。 我希望你们能够感受到这种荣誉的情统。 尤其是英语水平能够的, 你们能够要求你来自我通过来的名字。 你能够来自我通过来自我通过来的、 叫做,我们有很大的共同, 在考虑到他们家庭的历史。 他的祖父母当年,因为语言的问题, 其实是参与很多当地的本地活动是存在的问题, 其中就包括一些政治上的一些活动。 因此,他们希望,所有今天的语会的人员, 能够积极地融入社区,去参加我们的活动。 尽管可能在语言上有一些的障碍, 但是不用有任何的顧慮 作为一名审议员 他的办公室的大门随时向大家敲开 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和Amino进行交流 以及想提问或者说是表达自己意见的一些情况 可以随时前往他的办公室与他进行直接的对话 谢谢 谢谢 我只是想说一件事 如果您今天有一个问题 那您感觉太愚蠢 请在前面的团队 请在我的办公室与你能够接到TREVOR 这可能是个人的问题 我愿意在我的办公室与我认为 如果大家因为一些涉及到个人隐私 或者说是不愿意在这个以群体的形式 去表达一些意见和问题 那么Amino和TREVOR都欢迎大家与他们进行联系 可以到办公室进行一对一的对话 以保护大家的隐私 如果我们也不愿意在这些情侣里 我们希望你能够接到一个公室的同学 在这些认为你 我们希望我们希望在这些认为 我非常幸福的地方 我非常幸福的地方 今天也能看你 在每个人的社会 我认为你所在的社会 我认为你所在的社会 有一个人的社会 你所在的社会 是你一直在那里 我跟我的同学 我们要跟您的同学 如果有任何我的部门可以做 请您做到 我希望你能做到的社会 你会有更多的知识 提到一些挑战的挑战 介绍一些大家目前所关切的生活中的一些重要的议题 他本人也表示和Amazon一样 他的办公室也是随时向大家敞开大门 大家如果有任何关于社区关切的议题 以及个人的意见都可以随时与他联系 今天我们面临着许多重大的挑战 希望他们今天的一些介绍 能够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the things that we will be talking about today obviously we represent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for our areas medical and mental health crisis inflation and housing education creat VAN υDolic safety so I'm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first two Eleanor i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second two But really we want to hear back from you guys in terms of some of the concerns that you may have so that we can take those to Victoria 作为省议员,他们今天将代表省政府与大家进行沟通 主要的议题有四个 TRIVER将介绍前两个议题,关于医疗健康和通货膨胀 以及房屋可负担性的议题 ITOL将负责后两个议题,主要是教育和社区治安 当然如果大家有其他任何的问题,也欢迎随时与他们沟通 他们将把大家的关系和大家的意见带到维多利亚,带到省议会进行进一步的表达 谢谢 谢谢 所以您可以看到,我认为马克已经说过 我们的健康系统现在正在危险 我们当局的职业的职业,我们的职业是保护保护 veteran людей,并 Fairtr solid,他们很危险,他们都已经通过了 我们洗亡了 我们从医者去医院厄家作与基室 在工具有同奖的职业 perhaps,也不会有缔绍,也bere 말�ₓ 我们看到一定 我们有更好的健康系统 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年轻人 都可以依靠着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问题 1在5美国人没有一个家庭医生 那是1万万美国人没有一个家庭医生 这就是我们的项目 这如刚才Marco所说一样 目前BC省的医疗系统 正面临着一场危机 我们是作为省政府的一部分 我们试图能够确保省政府 能够执行所有关于健康医疗的承诺 但是我们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相信很多来我和Analdo办公室的这些社区的居民 都表达了他们对于社区目前医疗系统的严肃 相信再度的每一位也都曾经过多或少的经历这样的情况 我们希望省政府能够更好的执行相关的政策 确保大家能够拥有更好的健康医疗的系统 但是目前我们所命令的资源依然不足 有一个最简单的数据 目前有五分之一BC省的居民 没有特定的家庭医生 这就意味着有将近一百万的BC省的居民 无法接受到指定账地医生的状况 所以我们和我们系列克篮凌均 都给我们所追求的疫苗 这些公司的问题是最后万一封 以保披需要选取消息医生的判断 我们要求更多人在国户部 让他们的保护人留待在国户部 这 许多政府需要的他们要保护医生的 东西的病毒 在SFU 发生的东西发生 鼓励是这东西都被公开的 但 intriguing不容易 我们议之是太过了 我们议之心 我们议议议了 正如BC自由党的党領 發文所說 我们BC省自由党一直向BC省政府建言 希望能够解决目前的BC省医疗系统的一个危机 其中就包括建议BC省扩大医学院 以及护士典训学院等相关医疗肺证机构的资源 以能够培养更多的医护人员 投入到一线的医护工作当中去 但是NDP作为现在BC省的执政的党派 他们取消了很多相关项目 导致了GEL资源的足足 同时以这个素理式医院为例 NDP曾经承诺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建成一个新的素理式医院 但是目前他们只是以一个简单的医疗中心的方式取代了这个方案 而且其实导致了本地区的医疗资源的足足 因此我们希望能够继续地提供 从BC自由党的角度来说 更多地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 希望能够得到选择的财务 所以在我们的医疗医院 我们在医疗医院的医疗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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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平均每个人等待进入医院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六个小时 这一切的现实其实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大家曾经也可能看到过一些调研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一旦面临相关的一些社会调查 或者是分约调查的时候 能够真实的反映自己的情况 这样才能够让政府相关的政府官员了解 目前医疗系统所面临的困境 也特别是在白石南处里 大家相信也知道 我们这是一个退休人士和老年人士 居民相对比例较高的一个社区 很多老年人严重的依赖本地的医疗资源 已满足自己日常的医疗需求 前段时间曾经有一张新闻 在这个Crescent海湾的海岸边缘 有一位老年人因为摔伤了自己的腿 一共等待了五个小时再等待了救护车 这一切都导致了大家所互 大家对于目前的这个医疗状况所难以接受 终于我们需要更多支持我们的医疗工作人员 这一切都要求我们的医疗工作人员 那我们要求他们的医疗工作人员 那我们如何保持他们的医疗工作人员 那我们如何保持他们的医疗工作人员 我们需要为这些相关专业的医疗人员提供更多的支持 以关注他们的新丑待遇 关注他们的培训情况 更关键的是要让他们能够留在BCHM 继续提供医疗责抗服务 我们需要助手如何能够到专业的医疗工作人员 我们需要更加加盛项去确保 我们需要更加增加钱的医疗工作人员 你能够购买的钱 你不能继续购买钱 without getting the results that are helping British Columbia 尤其是在我们的健康系统 如何让这些投资取得效益 目前来看他们这些投资所取得的这些效益 并不是特别的明显 我们希望在这个领域能有更明显的进步 I've talked about the new Surrey hospital and again it's important that we have a maternity ward because we've seen closures at Peacearch hospital where they've actually shut down the maternity ward for weeks on end and those parents at the last minute have been left going to either New Westminster Surrey Memorial or Langley and that we find that we find that unacceptable you also said that it needs an intensive care unit which the NEP have will not be including in this hospital 在此之前我已经介绍了 关于苏理市新医院的这个建设的情况 但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 比如说我们的合并们医院 很多医疗项目的关闭 导致大家不得不前往 新领司教育的南丽地区的医院医疗帮助 这个不能在本地社区解决 大家医疗需求的状况是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一件事我会在抗议中 是 一件事我会在抗议中 病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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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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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了些这方面 政府参加了应该精度的 issed 如果人们需要帮助,他们必须得到帮助 精神健康的一些医疗资源情况 如果我们有种人可以看见 这些人是否担任的 想要看见 这些人也会不会很想这些人 想要看见 人员的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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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街上 但实际上 更多人 人员的病毒 所以, 很多人都在中居中的家居住在中居中 在我们的健康区域, 最后的几年, 最高的数字的病毒 在近几年 关于成语性的治疗, 严重的意见 Tribble 和她们同事,Share Brown 以及 其实是在关注这一领域的省政府相关政策的推行 我们不得不,大家可能也知道 就是说有很多人会去因为过量使用药品甚至是吸毒而造成了死亡 但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些新闻可能更多的是停留在这些流落街头的人的这些因为药物成疑 导致的死亡事件 但事实上除了这些已经公开的在因为在街头流落街头的这些人以外 又有五倍以上,差不多五倍的人是在自己的家庭里 甚至于是一些高充度家庭也出现了这样的 因为过量吸毒和过量的药物使用而造成的死亡案例 特别是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非沙科武地区是整个EC省相关死亡案例最多的一区 所以我们有很多检掉在中间的逝境中的地方是因为 因为些人们经常是病毒的发生 因为他们会受到狠人的� tenía疊 他们体会被一个那种感染状态 如果有个人在家书之间他们的话 他们不想在选择如果他们有个问题 因为他们不想在人家或是被伤害 所以有些人带来得盯着 它最静的关 MR 所以他們不可以讓他們去找救護車 他們不可以到他們的醫生 但他們有助理的, 我希望大家一開始就知道 我們要去治療這件事 和給他們救救助他們的救護車 是如果我們需要健康的 然後再去除了這個傷害 是OK的,你可能知道了 或你不, if someone in the community has an addiction or suffering from a mental health problem it's okay it's a medical problem and there'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it's a matter of life and death they need to receive help before becoming a politician i was a police officer with surrey rcp a sergeant and i've been to homes where people overdosed and died really nice homes and it was the drugs that killed them but also shame killed them because if they wouldn't be so afraid and ashamed to get help maybe we could help them recover so help me and help trevor break that stigma and help save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首先我们要分析一下为什么就是过度的吸毒或者说是药使用导致了大量死亡的案例 因为这一类的人群往往他们比较存在一定的羞耻心 羞于将相关的这个事实分享给自己的 分享给社区里的其他人甚至是自己的家人 也导致他们也甚至于他们无法难以歧视去向自己的这个家庭医生或者是相关的医护人员去 去报告相关的情况以寻求相关的帮助 如果我们确实想减少这个吸毒以及过度药物使用的死亡的案件 以及相关的这种治安事件在社区里发生 我们就应该为相关的人员提供一些支持 首先一点就是要去除他们的羞耻感 过度的药物使用以及一些精神类健康的问题 本质上还是健康的问题 我们应该正确的对相关问题的解决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 安乐本人在从政之前其实是一名皇家骑警的警官 他在自己大量的工作事件中也意识到了相关的问题 很多人是羞于去寻求帮助 以导致了相关的这个对局的发生 因此他呼吁大家能够积极 在这一工作里也能够积极地给予他本人的支持 并且在社区里面支持相关的可能受到一些影响的人员和家庭 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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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bias realities of rising interest rates nothing really that..6 monthsDeauticality that the province is doing is helping ease that but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particularly for my kids for your kids for my great kids is that we want the DC to be an affordable place... right now it is clearly not part of the challenges that we have is supply 但是目前我们在住房问题上所面临的挑战主任是 主要是有两个方面构成的 一个是住房本身的可负担性 另外一个是住房用地以及住房本身的供给 特别是在最近一年的时间里面 大家也已经看见了这个房贷的利率是不断的攀升 已经给大家造成了极大的经济压力 但是这一点关于加拿大目前的利率 这一点的制定是联邦政府层面的一体 并不是省政府所负责的一件 Triber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 以及在座的各位的孩子 以及我们的后代能够更好的 更轻松的生活在BX的土地上 能够更好的 大家的房屋具有更好的可承担性 但是目前情况却不是这样 首先一点就是说 省政府在这个土地和住房供应的供给上 存在一定的问题 并没有将足够的土地和住房提供给市场 我们是作为BX省的自由大地职是在表示 相关的关切 特别是在白石和南苏里地区 土地和住房供应的情况也面临到非常大的困难 所以我们的问题是 你将在其他人的钱 都没有了 不成功的 所以 NDP很高的 我们的信息是 我们其实在 我们的经济 和那我们的经济 和那我们的经济 让人们的做得更好 我们现在看下的 Warner szkers贡安,財 贡,薪,灭纸费,贡 贡,贡 平均贡 员贡 贡目 我們認為是最好放更多錢在人家中的錢 讓他們把錢引起經濟 而不是把錢拿到錢 而把錢拿到更大的政府 首先,關於經濟的話題 Triber表了一下 NDP和BC省兩黨 在解決大家的收入來源和經濟體上的重大的共同 NDP的經濟策略是不斷的提高稅收 然後就是一樣,政府有更大的財政收入 比如說,他們似乎在各種各樣的消費收入領域都增加了稅收 比如說是在燃油、在房屋 目前BC省最高的個人收入的邊境稅率已經達到了52% 這就意味著你要從自己的收入當中拿出大部分的收入去交稅 而不是去負擔自己的生活開支 與NDP的策略相反的是 BC省自由黨認為,光靠稅收 以增加政府財政,並不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正確途徑 他們認為應該改善經濟的宏觀景點 向省內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大家的收入 只有這樣,而相應的並減少稅收 只有讓大家的房子裡面有更多的錢 那麼大家才能夠決心停消費 以進入一個良性的循環 BC省自由黨信奉一個相對小政府的一個策略 而是讓這個經濟以相對更自由的方式 讓大家以更多的收入才能夠有更多自由的支配 好,I'm the education critic now in the opposition I found when I was going door to door in my campaign that a lot of people had the primary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was people feeling that our schools are not safe that there's not enough classrooms,not enough schools worry about some of the curriculum and fears with COVID,what else? people were...and actually one of our biggest challenges too is not enough education assistance to deal with children who have disabilities so the NEP has not followed through on many other promises they promised several new schools and upgrades some of those were election promises for example,they promised the admission of my new junior high and high school then they actually froze those projects so despite having promised those they actually,in a sense,they canceled them this is in spite of having a huge I would say enormous amount of money left in the bank right now they have a huge surplus and Alan表示,在他竞選的過程中 他聽到了很多本地居民 關於教育問題的關切 其中最為突出的一個問題 最最為突出的幾個問題 就是学校現在的安全 學校現在不太像以前那樣的安全 同時在我們宿里和白神地區 學校的資源也不是特別的充足 我们没有足够的学校,没有足够的老师,没有足够的教室,向我们的孩子提供教育,同时是在疫情之后,去跟本地公立学校的EA,就是辅助性教师的数量明显不足,因此我们没有办法向那些存在残障和残障的儿童提供更好的帮助。 NDP曾经承诺,他们会向教育提供更多的倾斜资源,但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是,在他们执政的过程中并没有遵守相关的承诺,他们没有向本地,特别是白石塑鱼地区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改善目前的教育资源紧张的问题。 我们可以说,有非常大量的资金,目前以及相关的项目是处于一个冻结的状态,并没有按照事先政府的承诺于启动。 I'm going to skip these things in particular, and I'll just talk directly about our school district. This year we were over a thousand spots short of classroom spaces for children in SD36. So as an education critic, I'm continuing to push this government to build more schools in Surrey. This is the fastest growing community in British Columbia. We have the largest youth population. It's the reason why we need that maternity ward. These kids are going to grow up and have babies, but also,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educate them, and there isn't enough spots in our schools. 首先,我们想先跳开这个目前屏幕上的这些内容,就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学区所进行的考论。 目前我们学区的整个教育的缺乏,缺绕非常大。 目前的学校的教育资源在苏里地区是明显的不足。 我们需要在本地建立更多的学校,而这个学校是包括各个层级的,从小学到高中。 因为整个苏里是拥有整个EC省最大的青年的人口,我们不能让这一部分人群,他们不能够在教育缺乏的情况下成长。 所以,这期间,或是两个月以后,尾比过去年,在那里的词, 这里的教育资源、教育资源和教育资源或在校他训练遍的设计。 i know right but it's a problem right we all want our kids to be safe in school that's ridiculous so i'll tell you that the problems a lot of them are related so we're going to get to the school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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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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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正为您的孩子在学校里面面临一些关于阅读或者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 可以直接与这个安老的办公室进行联系 虽然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渠道向这个审则和相关功能反映的一些情况 包括BC审的这个教育教室协会 虽然不能够完全解决大家所在立刻在最后的时间内解决大家所有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大家对于本地教育的 尤其是稼� tomorrow的有目前正在我们本地12年 Hide อย health community education 男朋友松我的孩子都有 CAS 八�s turning nine in december 然后我的 joón是11 然后甚至我没关系我们的教育系 quit 我自己赶也有点担心 我的孩子却需要去学习冰其语义 所以我一直都要听到如果一个孩子有关系 然后我把这些关系来帮他们的关系 就拿我本人来说我有三个孩子 其中一对双胞胎现在是八年级 另外一对现在就读十年级 作为一名母亲我也对他们的教育 在学校里面所接受的教育存在一定的关切 我也在校外给他们提员帮他们寻找了一些关于阅读和数学的额外的辅导过程 因此我们所所我本人我的家庭所面临的这些挑战和大家是一样的 因此大家如果在生活中有相关任何的问题和关切 请与我们直接学会联系 我们可以继续接下来的下一段階段 但我们的底线是我们必须得更多的学校 因为我们的城市已经变得太快了 和明镜三个人也知道的 所以我只是补队前面 我当时我补队前面 所以我认为我文字正在通常 有人追求你比例的 是关于你关注你事情 等尤其是网站的 对被关注特别网站的 对对国贵的关注 或是遗憾的关注 Furthermore,我觉得All you have to do is watch the news to see that there's a lot of random attacks happening people feel less safe, particularly in Vancouver's Chinatown and Downtown Eastside there's a lot of random random attacks happening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people can save their community 正如我之前所表的,最后一个关于教育的问题是,如果需要解决教育的挑战,首先还是要有更多的资源,有更多的学校,能够解决目前的最根本问题。 阿诺之前也介绍过,他曾经是一名警官,现在选择了重振,担任了BC省的审议员,因此他对于治安和议题也是非常关切,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工作经历,能够更多的参与其中,目前大家可能对于整个BC省上升的犯罪率,特别是暴力犯罪,种族歧视相关的犯罪,以及与毒品相关的犯罪都表示非常的关切,大家似乎感觉到BC省的犯罪, 不太像以前那样的安全,特别是在一些温哥华的中国城,或者是唐人街,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定的社区,社区安全问题是大家最为关切的一体。 所以,有些事情发现,我觉得,我认为这些问题,我们要提供这个问题,我们要提供这个问题。 最大,我会说,我们有很多人的治疗,不及有些人犯罪不过人,不及其他人受到犯罪,不及其他人受到病毒,不及其他人受到病毒,不及其他的犯罪状。 目前有非常明確的數據表示 很多犯罪與精神健康問題有關 一些精神問題也存在一定的犯罪問題 而這與之相關的是 能夠解決精神犯罪相關治療的資源 省政府投入病是非常充足 這些精神健康問題的人相比於正常的犯罪問題來說 問題是更加難以解決 其中很多人也會存在一些累計犯罪的問題 NDP曾經承諾會解決相關的問題 但是明顯現在他們對於 無論是對於治安問題的投入 還是對於有精神問題的解決 社區居民精神健康問題的這些投入 都明顯不提 對於治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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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治安問題 監察 Doesn't bad 他曾经是在从政之前是长期的担任律师 与安劳的不同的一点是安劳曾经是一名警官 他们其实是站在处理犯罪问题过程的层面去解决相关的问题 他们在目前的NDP的政府里面 他们更多的是倾向于是从司法系统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从他们的角度来说 从BC自由党的角度来说 他们认为审政主义依然应该在遏制犯罪发生 和处理犯罪之后的问题 能够提供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多的帮助 所以我们每次都看到的 你可能会看到的在媒体中 是那些人们是在财富的犯罪 这就是财富的犯罪 然后所封出的犯罪 已被决定上槽 便会被决定到齐imi 环境在其中央人这个人 准央的犯罪 人们好多的犯罪 他们被决定下槽 准备犯罪 也对手伐 他就被捕了,他全部被捕了之後 他被捕了幾個天後 然後到二十多時被捕了 他了解他的傷害 他ạn被捕了兩次 他被捕了幾個個情況 他在那女人中有两个人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人在两个月中有两个人的状态 刺激和刺激和女人在她的房间 然后被判断到街上 他们不被承担他们的状态 而被判断了24分之后 另外一个需要很关切并且予以解决的是这些激犯问题 准确的说就是重复犯罪和反复犯罪的这些恶情的事件 大家可能之前听到了相关的这些新闻 就是说是在温哥华一名女性只是在路上行走 没有任何的问题 她就会遭到这些犯罪分子的突然的打击 然后就是直接打在她的脸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警察把她抓走了之后 只是几天的时间就通过保释条款把它又放得出来 但是这样的人呢 确实只在24小时放出来之后的24小时之内 又被另外一名女性进行了这个性侵的这种行为 直接违反了她的保释条例 但是目前NDP的一些政策以及相关的一些法律的条款 并不能对于这样的这些累计犯罪的这些犯罪分子 予以更加严厉的惩罚 所以我给大家请大家的时间 请大家请大家多数个问题 所以我先来说 我先来这个犯罪 I would signify saying that it's not acceptable that people can commit crimes within community and continue to hurt the public. It's something that the BC Liberal Caucus is absolutely opposed to catching police justice. We've been working hard in question period to demand changes and we're going to keep working until people who commit these crimes are kept in custody and that people in the community can feel safe again. I hope you can spend more time with me and TripAdvice. I will quickly explain my current thoughts. I will continue to understand the issue of the public and the public's criminal justice. I will always ask the government to perform more and more. I will always ask the government to perform more and more. 这样的这种反重复犯罪的这些人员 能够予以更多的这种惩罚和管束 以确保我们的社区更加安静 今天我们的两位嘉宾 给我们做的介绍 给感谢Felix 非常辛苦给我们做的发言 我们再次给他们做的 感谢Felix 我们进入到这个提问的环节 刚才Elando和Triber讲了很多东西 我就是有顾名的时候 他讲的这个 多放贼的这个事情 惯犯 抓进去哗啦啦啦啦 这些事情都不当于放出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我非常赞同他的想法 可能他这以后还有机会给我们说 大家不要害羞 有什么问题 这是自己发展的提出来 这是最好的机会 这个声音传递给他们 他们可以直接传递给什么 所以欢迎大家提问 OK so bring up all your questions Don't be shy OK Just go straight forward Yes please OK Yes please go ahead Just straight forward I'm a single man But my question Not just for me Yes But for other single man Yes Does all government has an organization or some programs to have single man s specialy the new commen s Yes to get some training or education to help them to get them to find a job OK OK 这位 Sophie 提出的问题是 关于一个 因为她本人是一个单亲母亲 她意思想去了解一下 在加拿大和一些社会 目前有没有任何的政府机构 或者是一些组织 能够帮助单亲家庭去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帮助 特别是那些刚刚来到加拿大的这些单亲家庭能够获得更多的培训和教育以及就业的机会 可以让他们本人和他的孩子提供更多的帮助 So there's a couple of non-profits actually that can help especially people who are recent immigrants or even to you a very long time ago One is called Diver-city So it's like not spelled the same as diversity but it's diverse city I know Yeah And they do a lot of work especially with women When I was in the RCPA I used to present to them all the time and help with that programs there But they have they can hook you up with all kinds of services for training Lots of stuff and then Sources also has But diversity is a really good one They have locations all around Surrey 其实是有在加拿大 你觉得我们的这个素语是有很多的这些 这种新的机构都会为大家提供帮助 第一个就是叫做Diver-city 这个词是一个双关词 就是不是大家所听到的 这种类似是一个中文化的类似 它的S会被列出到的C 是B-I-V-E-R C-I-T-Y 这个类似的团队 他们的总部是在牛城 I think this is the real obviously And there's some in Newton Some in Wally I'm not sure is there any in Surrey No But I think there's one at like the new by the new bus loop That's not too far And 他们是有一些专门针对女性和新移民的一些关于职业培训 对按加以及一些收费性辅助的一些服务 这边特别要提到的一点是 我们盘事会其实已经提到这个版设计 刚才Anon提到的这个机构已经取得了联系 我们并计划于近期和他们的CEO 以及首席的民营官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以后可能应该回到我们的论坛里给你听一期 转的要求与其他设计的机构的出带 来给他接受 Actually,Anon We have our Surrey and My Rock committee It has some connection with the CEO of university Just a while ago We will invite them to For the next month to use their service Okay, perfect Okay, yeah, Rita, please Today, we have six of us Can you stand up here? We're coming here to ask help I think this is the Go to the If you can say please This is for today Triber's criteria Let me introduce My name is Rita I'm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EGWOOD World Cultural Society Introduce about our organization We founded this year Octub on August 29th Based on the agewood labor court And the geographic The 24th Avenue is 168 The purpose We form this non-profit organization Because we want to enrich the people's life here By practicing the square dancing, singing And all kinds of EA! Because we believe this activities Can benefit the people's health Mentally and also the Vicially And in this year October Another organization Is also the Non-profit organization Named the Vonenteer base Named the Golden Sunset Club Merged to our society So this Golden Sunset Club Established 10 years ago In this area Sastory wide-run area They provided Mostly is the Chinese family And seniors Maybe you mentioned seniors And this Golden Sunset Club Provide the various support Like teaching the Square dancing English And also the Chinese Festival Et cetera Covering today More than 300 Feminist connection With this Cup With the two Organization Emerging So we expanded Covering the whole Sastory wide-run area More than Now More than 500 Feminist Chinese families Have a connection With us So today We have the Challenge So we bring it To here It's Because with the Winter Winter And After two years Lockdown This became more Difficult We lost We lost The They Do your Value So we can Practice the Square dancing And singing Due to the Candemic But with the Winter And with more People feel the Bloom And we got So many phone calls Asking if we can Have the place Let them do the Square dancing And let them do The Practice singing So we started We connected Some of the Organizations Include the church And schools But so far We haven't got Any project Place To make us So no venues We can help you We can help you With that Because one is I want to come And see this Contact my office And we We will help you We will help you With that So we are not eligible For the Government The grant Right now So we're So that's why We can't share Thank you Thank you No worries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hank you Thank you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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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e got a presentation to I've got a presentation to I've got a couple more minutes That's a good point So that's a good point You can tell me Thank you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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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s a good point And my name is Martin A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my question today Is I say peace and me You only can't expect But you can see It's currently a form And this was okay 你先問的是這個,因為剛才有一個噪音啦,就是這個,就是IGBC車險 其他幾個時候都很高 這個先生提出了一個問題,就是因為IGBC這個作為家,作為5DC省唯一的可以提供車險基本服務的一個機構 他們已經長期攏斷了這個車險市場,特別是在通貨膨脹之後,依然保持了較高的保費 增加了大家居民的生活的支出,並且和其他的加拿大省份相比,BC省的居民關於車險的支出之明點偏高 他想問一下這兩位審議員,有不有相應的解決方案 我認為一切都已經上升了 我也是在這裏的現在是有問題 而我明白我覺得它們先改變速度的確保 我相信一切就準備了 你跟列車的雙方是不由於在市民的修維 說如果一切或案件是有問題 如果接受問題會有關於影響 連你的雙方也沒關於特定 人和我們聽說是我們要令人進入了 I think you know what our leader has said is that he's opening to examining everything to make sure that one is affordable 首先,要特別指出一點,在過去的過程中,ICBC以及BC省相關的居民在生活中所面臨的這些廢場和相關的開支成本是非常巨大,這也是導致BCC的車鞋的保費一直居高不下的措施,因此,Kamon Falcon作為這個BC省的自由黨的這個黨員, 他對於在未來關於BC省的改革政策的任何的意見都是保持一個開放的態度,他們有兩點最基本的原則,一個是要確保這個BC省的車鞋支出對於廣大的居民來說是一個可負擔的狀態,第二是要確保這個BC省的車鞋政策能夠保障大家在遭受交通意外之後的一個相應的賠償和保障的措施。 Core is from the Eiffel Townsend,so,All the four issues and the top law demands more spending, they also advocate just passive.My question is, if the BCB drives are getting to power,how would you make sure a balanced project can be maintained? for example,German need to be a program that you would plan to cut? I was just going to say one of the things that we've already needed to do is a full review of the entire suite of taxes. So,there was 30 tax raises actually since 2017,and the government even in things like healthcare have been raising and raising administrative costs for government agencies. The healthcare system since 2017 costs 1.3 billion dollars more in administrative costs. They're paying 64 different people on average $400,000 to be vice presidents in our healthcare system. That's too much administrative burden.So,our leader has said that we would review the entire suite of taxes when the BC Liberals took power in 2001,the first thing they did was they cut all income tax by 25% across the board, and 28% in the lowest to income bracket.So,the most lowest income people who were receiving the most benefit. And so,I mean,these are things that will hopefully save money as we go forward,and that's something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hat the NFP is doing today. And so,I mean,the next question is that the UN P&P and the Nazi government have been doing large numbers on the U.S. P&P. and the U.S.P. and the U.S.P. in the EU.S.P. and the EU.S.P. with the debt and the U.S.P. and the EU.S.P. 我们重复了一下,DC省自由党还是依然希望扩大经济规模,把它高做大,能够让大家没有更多的收入,同时小政府的措施,他举了一些例子,比如说是NDP,幼儿照顾,幼儿园的政府股固方面有大量的支出,但是他并没有覆盖到更多的家庭, 以满足大家的经济需要,因此在未来他们一定会平,如果DC省自由党能够重新夺回省政府的支持权,他们将会更好的去平衡政府财政收入,能确保政府的支出,能够更多的低收入的家庭能够获得补助,能够全面的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而不是采取这种普惠制的,像一些并不是太需要这些政府普通的家庭能够支出, 所以说是,Triber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如果BC省自由党美国重新获得政府的这个,就是说是, 主持政权,那么Kevin Falcon,也就是目前的BC省自由党党领,将率领新的政府,重新审阅所有BC省的这些税收和政府支出的政策, 并且做出相应的改变,最基本的就是需要确保全省,BC省的经济的健康,并且确保所有的居民能够将自己更多的收入留在自己的口袋里, 以更加自由的支出,确保中小企业能够健康更为健康的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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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认为这会是一个选择选择选择 David E.P. 我可以说 我认为他不认为明显选择选择选择 他说2024 但能否相信 我认为这个角度已经显示了自己 然后我认为我们要先够准备 CCE提供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时候是下一次的审选 TRIVER表示说实话并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根据目前的日程安排 下一次的审选将会是在2024年的10月 但是根据加拿大的第4審限制法律制度 现在的执政党是有权利在任何时候提前召开审选 这也是他上一次在疫情期间 因为NDP认为在疫情刚刚开始起来,开始发生的时候,利用全省居民的恐慌心理以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经济的普通措施,可以让NDP在选选中获得一个比较优势的地位,因此他们提前发动了这个选选,并且又重新获得了这个选选的地位。 David Eby,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位省长提出过是在2024年的10月基金选举,但是我们对他的表述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信任,很有可能NDP会在我们需要对随时可能发生的选选做好应对。 OK,好,大家不要着急,还没完啊,因为实际的限制,我们今天在这里可能很快结束了,但是大家请放心, 今天我们这个谈诗论坛会给很多机会给大家,带着大家的深刻的问题,待会找两位省医员,要我们影片也可以,叫我们微信也可以,我们帮助大家,演戏帮大家安排好,去他们办公室喝咖啡,跟他们谈很多,大家关注的生活性好不好。 所以非常抱歉,可能来不及回到大家的问题,他们的时间也非常宝贵和有限,我再次感谢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另外呢,所以说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大家今天过来感同身受,知道我们是在干什么的,那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么些人。 那这个社区,咱们华人也好,其他的主义者也好,移民那也好,他们想过得更好,更好的融入路,关靠我们这几个人是不够的,是吧? 涓涓细流,才能汇成大海。所以我们欢迎大家踊跃地加入我们,加入我们微信,交个朋友,慢慢地了解我们,大家贡献一份力量。 这一部分,大家看到Felix今天做的这个事情,这个翻译,我以前也干过这个事情,我现在年纪大了。 因为这个很骚扰的,现在翻译,所以呢,我今天看到在座人很高兴,因为我们年轻人,对不对? 欢迎年轻的朋友们,加入我们,做这些地所人籍的事情,好不好? 我们再次把掌声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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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民主最优妙的和最美丽的一个地方 就是当我们身处民主社会的时候 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一员 都有权利选出你所认可的政治领导的人 来带领大家前往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但并且同时你也能有这个权利 去解雇目前你所不满意的这些政治领导人 一起跟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好 Democracy isn't perfect But what makes it work is when all of us participate So if you have the Canadian citizens citizenship And you're able to vote You must vote You must make a choice Who is going to solve our problems on our behalf And choose wisely Based on the things that you hear from our MLAs And listen to what the competition The NDP government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And then you in the end Get to choose who will solve our problems 民主制度并不完美 但是它最好的地方就是需要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其中 Mark呼吁今天在座的各位拥有加拿大的国籍的所有在座的听众 积极地去参与各级政府的政治选举 并且做出相应的选择 而这个选择应该是一个明智 而并且被充分了解相关信息之后的选择 今天大家听掉了两位来自BC省自由党议员的声音 和他们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 Mark也鼓励大家可以去听一听目前执政的NDP政府的 他们的关于面临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 在进行相互的比较和充分的信息了解之后 做出自己的选择 这才是民主的真正的含义 点赞 打赞 召叭 I just ask you to come up here When we have people who come and dedicate their time to helping educate our group and our followers We appreciate them so much that we welcome them into our family by making them honorary members of our society So Eleanor, this is your first event with us So we'd like to present you with this certificate of honorary membership So Eleanor, this is your second time But I heard today that you didn't get one of these the last time I probably did, but I probably didn't want any of them So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you get one Thank you And we hope that you will display them proudly Absolutely Absolutely Triber is the first time to participate in our program So thank you all for coming It's a beautiful day outside, enjoy yourselves the rest of the day And if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These two work in the people's office It belongs to you So you can go there anytime and ask them Or tell them what you want them to do on your behalf Centions Today is a wonderful day This is good day Today is a good day Maybe today's good day I hope you can enjoy today's future We're here to enjoy this vide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As we're from, as a members of the country Andanel and Triver's office We're a long-lady to give you some great ideas Triber's office andana Então and Triver's office We're going to invite you today 可以随时走进他们的办公室去感到自己的关键 或者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与他们取得联系 他们将会以与力的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生活日常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